嗨 您好 欢迎收看这个星期的民事全球新闻 我是李慧之 接下一个小时呢 让我们带你来掌握国际的卖动 先来看到就是中国的新疆人权状况 这半年不断引发国际关注 包括联合国还有美国都在进行调查当中 甚至呢有三名美国记者 因为报道了新疆的问题 现在被迫离开中国了 那么到底新疆发生什么事情呢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至少百万维族 还有穆斯林的族群被关到所谓的再教育营之中 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呢就指出说 这个数字已经超越了二战时期 纳粹集中营的70万人 就算呢没有被关入再教育营 当地维族人的生活也在高压之下 新疆铺天盖地的监控方式 已经使得这一块维族自治区 离自治两个字越来越远 中国最西端的城市 新疆的喀什 浓浓的抑郁风情 不关深邃的维吾尔人 这里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核心地区 辐射中亚欧洲的门户港 但如今却因为中国对维族的管控 成为国际舆论焦点 新疆不存在所谓的在教育中心 不存在任意拘押和劣带的问题 所谓上百万维族人被拘押在 在教育中心的观点说法 完全不符合事实 8月13号 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会议上 否认一切关于新疆的指控 但联合国凡种族歧视委员会 却不买单 你说我说的百万维吾尔人 被拘留不存在 那么有多少 在哪里 请告诉我 可以让我们看看这些调查的报告吗 中国否认有在意教育营 只承认有所谓的训练中心 让轻微犯罪者能学习技能 但已经有脱离在意教育营的维族受害者 站出来诉说在新疆的遭遇 已经是哈萨克勾饼的贝卡利 今年3月 接受美联社访问时 控诉他去年前往新疆出差 兼探亲 却遭到中国警方带走 虽然他已经表示无中国籍 却还是被关入在教育营 甚至遭到严刑口打 贝卡利遭囚禁整整八个月 才在哈萨克外交单位介入下伙事 但对许多维族人来说 他能脱离在教育营 已经十足幸运 在祝福 Э碨克勾 我的父母 两年并且残酷了 对生命的病毒 失去达失去 也不可以谈吵我的母亲和父亲 或者学习的这些事情 都站在专门 比较多长的ろう 只要两百多的儿子在中国 失去 凶的可能性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微族员工在国会听证会上 起诉新疆老家亲友的遭遇 指引他们替所谓的反中国组织工作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微青照片显示 新疆有多座在一郊日营不断扩建 喀什附近的一座营区 从去年11月至今已经扩建一倍 而图鲁藩市也有一座围墙高达4.5公尺的在一郊语营 根据微青照片显示 这一座营区也是不断扩大 其实新疆的完整名称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但更多人熟知的是这片土地200年之前的旧称 也就是西域 不过他们自称是东土爵斯坦 1944年还曾在苏联支持下断暂成立东土爵斯坦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将新疆化入省份 但东土爵依然持续独立运动 为了平息民族问题 1955年将新疆从省改为维吾尔族自治区 而主导的就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习仲勋又约见赛福鼎和鲍尔汉 告诉他们 毛主席同意赛福鼎的意见 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维吾尔族谚语说得好 是成于和睦 力量生于团结 中国这56个民族 你看多么稳定的安居乐业 而且相互之间又是这么的和谐 所以这个确实要看到 我们这个正确的民族政策 然而笑称维族和睦又团结的习近平 在他的正确民族政策之下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却与维族自治这四个字越离越远 要如何撼化新疆的千万维族人 习近平2016年调派陈全国入主新疆 陈全国原本是西藏的中共党委书记 以成功镇压藏独异议人士著称 而他入主新疆后 展开一系列手段 包括禁止维族人异常续湖 禁止戴面杀 禁止摘建月摘戒 去年9月开始 学校甚至禁用维族语言 这些都是汉化维族人的文攻方式 此外还有各种武力口吓 特种部队经常性的大规模演练 以及街道上随处可见的鹤枪实弹武警 但更惊人的是新疆的全民监控系统 不止在路口设置检查上翻阅民众手机内容 还有全中国第一的脸部辨识系统 连买把刀都要身份登记 还有人权团体披露 新疆当值依免费健康检查之名 采集居民的血液和DNA 建立生物资料库进一步监控 一旦有异样就会被送入再旧日营 当然中国再三强调 这一切都是为了防御恐怖主义 但美国的宗教务任所大使布朗巴克 以及参议员卢比欧都大声疾呼 因制裁新疆中共党委书记陈全国 冻结其银行账户及资产 而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委员会 也将在近期公布新疆再一较日营的调查报告 但原税救不了进货 对这些新疆维族及穆斯林来说 高压之下的汉化生活 已经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新疆新常态 电视新闻专题报道 正一路测进货 资云 杰芳 없다 甚至